这名博士将一管病毒注射到小猪仔体内 他们在研究一种可以增强人类战斗力的化学武器 但小猪仔很快就命散当场 博士非常失望地将小猪放回龙子 因为这次实验又以失败告终 他愤怒地离开了实验室 但他前脚刚走 死去的猪仔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而且表现了异常的暴躁 在龙子里开始疯狂乱撞 然后轻松地撞开龙子逃了出去 当博士听到动静回来查看时 发现玻璃钢的其他猪仔已经被他活活吃掉 博士赶紧叫来上级欣赏他的实验成果 他们成功地研发出可以增强人类战斗力的化学武器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病毒已经泄露出去并在附近迅速蔓延 一场无法控制的生化危机就此降临 原来不久前 在美墨边境一处美军实验基地里 正在秘密进行一种增强士兵作战能力的生化武器实验 博士从蚂蚁身上提取了一种基因 认为蚂蚁和人类最大的区别是 他们感觉不到疼痛 而且他们天生具有战斗天赋 这种基因一旦与人类基因结合 不仅可以增强人类的战斗力 还可以减轻他们的疼痛 只要实验成功 就可以让士兵们变成战斗机器 随后博士在女医员面前 拿出一只猪仔进行测试 他把化学药剂注射到小猪的体内 然后把它放进玻璃箱等待药力发作 但猪仔直接在大家面前吐了出来 很快就倒了下来命葬当场 由于长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女医员对这场实验完全失去了耐心 他离开前放下了一句狠话 说如果一周内还没有结果 叫上校老黑和博士都回老家解牛粪 女医员走后 老黑只能给博士施加压力 毕竟他已经研究了三年之间 再不拿点成绩出来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无奈之下 博士只能加大计量继续进行实验 但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猪仔无一例外全都没有醒过来 看着这么多猪仔的尸体 老黑瞬间大发雷霆 他对博士的能力开始有所欢迎 为了不让女医员发现他们的失败成果 老黑命令手下将猪仔的尸体拿出去扔掉 老黑愤怒地离开后 博士依然不死心调适着药剂 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药剂注射到猪仔体内 但依然没有奇迹发生 这让博士彻底地失去了信心 他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现实 另一边 士兵带着猪仔的尸体来到边境线的垃圾场 当他逐个拿出尸体准备丢弃时 士兵惊讶地发现 有一只猪仔可以走路 他以为只是猪仔还没死透 并没有当回事 但他没有发现 此时猪仔变得呲牙咧嘴 士兵离开后不久 一只饥饿的野狼发现了猪仔的尸体 野狼正想向前饱餐一顿 结果 死去的小猪全部复活 野狼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当场被一群变异猪仔啃尸待尽 这时 实验室死去的猪仔 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而且变得异常地暴躁 他轻松地撞开笼子逃了出去 然后开始攻击实验室其他的小猪仔 当博士听到动静回来查看时 发现玻璃缸的猪仔已经被他活活吃掉 博士赶紧叫来上级欣赏他的实验成果 老黑看到后也喜出望外 心想这回终于可以交差了吧 但在此之前 博士更担心被丢弃的猪仔是否也会复活 于是他们打算去垃圾场查看 但已经为时已晚 此时吃完野狼的小猪 又闻到下水道里有猎物 于是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钻了进去 原来下水道里有一个墨西哥武装小队 在逮捕一个刚从监狱逃出来的大毒箱 毒箱防止士兵追上来 还在路上布置了炸弹 跟在后面的士兵毫无防备地触发了陷阱 而毒箱在同伙的接应下 他们顺利通过秘密通道 逃到了美国境内的基地 本以为会万无一失 但没想到的是爆炸并没有把这些士兵送走 他们只是受了点伤 就在士兵问向撤退时 管道里突然传来动静 士兵赶紧拿电筒查看情况 发现一个猪头探了出来 当变异的猪仔看到有活人士 他们直接向士兵们发起进攻 士兵的健壮也开枪反击 一场人猪大战就此拉开 但在黑暗狭窄的空间里 猪仔的提醒占据了优势 经历一番生死搏斗 虽然士兵们成功地解决了猪仔 但每个人都被猪仔咬伤了 不久后士兵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他们每个人都脸抱青筋 眼睛瞳孔也变成血红色 嘴里还发出阵阵嘶吼声 显然他们已经被感染成丧尸 过了一会儿 变异的士兵就从隧道里徒手爬出了地面 在病毒的加持下 使身经百战的武装队伍变得更加强大 他们嗅觉和听觉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除了嗜血之外 他们还保留了生前的记忆 甚至没有忘记逮捕毒枭的使命 于是他们闻着气味来到美墨边界 然后徒手轻松扳开坚固的隔离篮 可想而知他们的力量有多可怕 就这样 一群丧尸特种部队成功地来到了美国 并闻着气味开始寻找毒枭的踪迹 另一边 当士兵和博士来到垃圾场时 发现猪仔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他们吃剩的野狼残骸 于是两人开始四处寻找 殊不知他们的气味 引来了一个落单的猪仔 士兵想拔枪干掉它 但被博士阻止了 说要抓火的回去进行试验 于是两人戴上手套 准备徒手去抓小猪仔 他们完全不知道被猪仔抓上的后果